看的都知道了 今天的 topic 就會講特朗普上任之後 中國和美國有幾個國家是必爭之地 大家都想爭一些儲糧回來 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 我們先到處處理師 今天特別的方法因為緊急一點 想跟大家update一些市場的分析 大家都想知道尤其是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的朋友 都想知道17年其實16年都很不和平 17年呢 當這個新總統上任之後 其實有些什麼會做到 有些什麼會準備 整個戰略圖是怎樣打 他好像多數都不去到JB 即是直接去吉林坡去看 都可以的 所以大家都留意 所以今天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選領之後 其中一個承諾就是TPP會退出 不去搞這些生意 搞另一些自己的生意 中間如果吃旅家茶禮 其實都可能安全一些 但是純粹靠TPP的出路的時候 一些國家基本上好像比較危險 但是很多隱憂對這三個國家 有很多的矛盾 政治 中美兩邊的拉力 都令到我們都無所適從 在當地投資的時候 其實其中一個政策都談了很久 就是泰國總理零細的時候 建議開了一些混河 就是那時候說 在泰國開了混河的時候 就會可以所有的資源 就可以透過泰國去賺錢 結果成了很多拉力 到今天都還未談得到的 中間其實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 講為什麼這條混河還未形成 也有很多這些政策陰謀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經常聽到 新加坡繞過去 當然了 新加坡是美國的 是不是呢 馬來西亞和泰國談不談 又是不是呢 中國有很多戰略 那是不是呢 為什麼全部都要知道 不要讓我們相信 才知道究竟這條混河 或者之後很多政策 是怎樣推 會不會推 那現在這條混河呢 面對什麼問題呢 幾個簡單一點 第一是經費 那所以呢 經費呢 其實真的要靠中國去做經費 第二呢 就是那個混河呢 最窄就是五十幾公里 最窄都五十幾公里 最闊就是百幾公里 其實這個混河是不容易開的 如果打開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技術是不是到呢 那當然呢 現在中國 甚至美國本身呢 都是有這樣的技術 那甚至呢 自己國家都有這樣的技術 但是經費可能需要支援 最主要呢 也都有生態原因 因為它都會影響大量 會影響中間的Ecosystem 會影響那個中間的生態 都是不信民意的 最主要呢 就是國和國之間的策略 大家呢 是非常之擔心的 那這件事呢 我們從幾個角度去想一想呢 其他不同的國家 去怎樣看這個混河 或者相關的政策 因為如果真的呢 這個是其中的政策而已 那現在呢 講到差不多如火如荼 突然間呢 零四年講到現在呢 突然間好像想起那樣 其實中間呢 我們有幾個角度去看 第一呢 中國是來看呢 其實很多的生意 經過新加坡 兜過去其他 即是從西到東 是經過新加坡兜的 是80%石油呢 都是經過新加坡呢 以上的 是經過新加坡 先去到中國 沿海的地方 那麼身為呢 孫子冰華教 如果你真是 本身你真是 要打仗 斷人米糧 就搞定了 那所以呢 中國自己的角度呢 就很擔心 如果美國是有什麼依辱呢 一封他米糧呢 基本上呢 石油成為主要的儲備 中國就很不得了 基本上是 被人握著一條頸的了 所以中國的角度就這樣看 那麼 泰國的角度又怎麼看呢 那麼其實呢 身為東盟區的 其中一個Asher區的一個 主要的成員 或者始創人 不是始創人 就是最早的元老 其實呢 如果一旦 推出了運河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呢 他第一個得罪呢 可能去馬來西亞 不止新加坡都會的 那麼現在呢 近來呢 看到馬西亞和泰國的 近幾年尤其是 那個關係好了 很多時候可以這麼說 其實呢 又安全了 那麼所以呢 大家談的生意都多了 所以呢 特別是04年推特 但是之後這幾年 其實很交絕了 因為大家的民意 都不想 這麼快得罪周邊國家 始終只是拉攏中國呢 也是很不行的 是吧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這件事情 那麼最後呢 就是新加坡的角度來看呢 他身為TPP那個轉載站 或者石油 也是美國的先地 那麼新加坡是不是屬美國呢 美國是不是真的 錢人上 誰拿著誰的頸都不知道 今天 還不跟大家探討一下呢 那麼幾個方案呢 其實呢 第一方案呢就是 不理了 中國和泰國做生意 skip整個國家 講完 第二個方案呢 就是中國呢 和泰國會做這條混河出來 但是呢 會同好馬來西亞 恰當做回一個生意的 分擁 那麼 簡單來說分擁 然後再做一些政策策略 包裝回 那就馬來西亞沒有問題了 那麼這個都可行的 第三個呢就是 基本上呢就是中國 不會和美國談的 但是和泰國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談就可以了 那麼三個國家呢 去做回一些 royalty 出口稅啊等等 三個覺得有份分 那麼當然呢 多少就再談 那麼這些等等的方案 或者 你給他運河我 我就給你什麼 你去拉攏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然後推得第三個方案的 那麼 就是三選一了 那麼 現在我首先看呢 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意思 那麼我們最主要知道呢 特朗普這個人呢 基本上很簡單 賺錢商人 大家也知道了 那麼今天呢 為什麼我們新的班子 不回賺錢角度看呢 誰賺誰的錢多些 就是誰拿著這條鏡 那麼是不是這樣的事實 是不是新加坡 一定拉老奧巴馬 或者美國總統呢 因為新一代 就是另外一批來的 那麼今天呢 請了一個特別嘉賓 就是呢 Bunberg基大人 是的 那麼我們看一看呢 其實可以看馬來西亞 這個就是trading的圖 看看新加坡先 第一樣 我們最搞笑的 新加坡我們看total trade呢 其實這個表呢 就是它中間total的貿易呢 和最高的15個國家的貿易 那麼你覺得 哇馬來西亞 中國 美國和香港都在頭四位 那我當然是害怕了 是不是呢 中又不是美又不是 美國都排多高 錯了 你要看貿易呢 最重要呢 說這麼多話 我沒有人想做貿易呢 是虧錢給人的 個個想走貿易呢 就是我自己自給自足 但是我賣東西給你 我賺現金的 賺真銀的嘛 所以看surpass 你看到surpass呢 你就知道 誰拿著這條頸了 原來呢 新加坡真的要拉攏是誰呢 拉攏香港 越南 Belgium 澳洲 印尼 都沒有到中國和美國 你爭爭爭 是不是 那麼你看 它虧錢是虧給誰呢 它虧錢呢 是虧給中國 美國 馬來西亞 你明白嗎 就是基本上呢 是反過來 中國 美國 馬來西亞呢 其實想拉攏新加坡 所以它可以賺錢 所以你看到 情況不同 當然呢 金馬有所不同 但是你看到的情況 始終賺錢就賺錢的 所以呢 你看到的分別呢 你知道呢 當然背後有戰狼儲備 策略 策略 政策 但是你知道特朗普那個人傻 不是傻的 但是你知道呢 他看錢的時候 他看到的嘛 他的智囊團 他傻傻的還是什麼都好 他不是蠢的 他懂得賺錢的嘛 你看回金馬 他就知道要做什麼政策 新的班底有什麼做呢 我覺得看回現金 看回現金 喂 新加坡原來我買他怕D的 但是不是新加坡賺錢 那麼他壓力也不是那麼夠啦 大家知道 那新加坡自己也知道的 應該 所以呢 李允龍那些你可以知道的 所以又是新班底 但是呢 基本上大家都是看錢 著手呢 你就知道了 第二個疑團 馬來西亞 是不是靠泰國 那看一看 那馬來西亞是不是靠泰國呢 看看他 誰幫他賺錢 馬來西亞就要靠中國了 這裡啦 要靠中國了 沒錯 美國 新加坡 香港 跟剛才有說新加坡 美國 馬來西亞嘛 是不是 那馬來西亞就是靠新加坡 這四個呢 就要拉攏 所以呢 馬來西亞很多政策上是 有要讀中 又要讀中文 又要讀英文 又要看港股 又要看美股 又要看外匯 又要看泰國 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這個 list呢 泰國去到第十三的 起碼都是十五位以內 所以呢 如果那些東西 真的運去泰國 而呢 沒有之前新加坡 和馬來西亞的關係 而這條混河 全部上北上呢 雖然短了 很多的旅程 但是馬來西亞 那一件 整件事都要從頭談過 所以泰國的確 要和他一起要談好 如果不是 泰國會得罪他 但是泰國照起呢 他不會虧錢的 在馬來西亞大件事 但是他不想搞到人物關係那麼差 你明白嗎 所以從錢的角度呢 就是這樣看 所以大家都知道呢 做回總結 其實 那個方案幾樣東西 最主要就是第一件事呢 那個 中國 其實呢 戰略儲備上 就要蓋這條河是好的 不過呢 他在東南亞 很多的南海 以及他蓋完這條河 就會去 差不多在印度洋 做了一個終點站 說派兵 今時和印度又有不同的戰事關係 那戰事就不同錢 就是戰士彈 不用賺錢的了 第二個 新加坡不是買了中國和美國泰國 其實他戰略度呢 做於一個 虧錢給他 是好像你當富士康做貨給蘋果那樣 蝕著做的 那是為了Branding 為了CV好一點 還有之後有一些順帶一點的關係 可以打到 第三個 泰國 是 多數是令到馬來西亞賺少少錢的 頭十三 第十三位的 所以泰國呢 如果要 這個運河要看馬來西亞協議 多數是因為人情 以及一些政策上 要看回留意 那馬來西亞的角度來講呢 其實這個運河開是真的蝕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呢 如果這樣的方案 大家看到這個賺這個錢 大家都是有得益呢 其實 2006年夠衰的了 沒有一個經濟周期盤進呢 是大家是爭論 爭論 只有一個人獨贏的 譬如美國呢 早QE 早救得命 早說加息 個個都不理他 英國也不理他 個個都開始 分散 連日本的政策都偏離美國的 各個主宰 所以呢 沒有一個說他獨大 那如果以和平手冊去看回 走則去看回的時候呢 其實方案三 剛才列舉方案三 就是中國 在東南亞 在南海地區呢 談好了生意 回來 再去做 那當然呢 中間還有什麼戰士啊 海域啊 和菲律賓啊 和這些地方爆 但是你知道呢 他一邊和菲律賓 一邊都和菲律賓做生意 一邊和日本 一邊和日本做生意 錢都是要賺的 所以大家如果的角度 在想著 特朗普上任 關於錢上面 他有什麼政策那邊呢 我給足準備大家 就是呢 是剛才的關係圖 大家好好準備 對 對 對